这台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呢 去两把几点 那外资呢 也买200多亿 外资买了231亿 大盘涨了239点 去两把几点 敢有贪着钱 我说这里族群在轮涨嘛 你要买对股票 而且你要逢低买 买对的 买足底向上的股票 那逢低买 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今天为什么涨200多点 有几个原因嘛 那第一个呢 元月份外销订单 零食依宏 这很重要啊 这基本面对不对 大幅成长嘛 创始上同期新高 年增49% 49% 创始上同期新高 对不对 11年来最大的增幅 基本面没有问题啊 那资金面呢 也没有问题嘛 台币还是在升值啊 那外资在干什么 外资在洗盘嘛 外资昨天大卖200多亿 今天要买200多亿啊 那或者说他在换股嘛 那或者说呢 他在期货在获利啊 那你不要老是被这些吓到嘛 那做股票是什么 基本面嘛 那第二个呢 今天报纸头条 对不对 美国 揪台厂 组什么 半导体联盟嘛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嘛 那拜登 这个月要签行政命令哦 那主办来联盟是怎样 排除对大陆的依赖嘛 所以台湾在今年来讲呢 基本面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嘛 那重点是持股啊 那你再看一下今天整个大盘在这里 它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你看这个稻穹 美股上去了 那斯大拉回测试支撑 对不对又02红了 会办这一根长红也上去了 那可能明后天有机会创新高嘛 所以怎么样 所以台积电也大涨啦 那要组半导体联盟 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 今天都没去 莲花哥也去嘛 那大盘的10分钟K线 春节后跳空对不对 这个叫盘整嘛 那明天呢 能不能往上创新高 应该还是拉回嘛 但那个不是重点啦 他在这里整理7天啊 这7天呢 比特币族群是不是大涨 是不是大涨 那你的股票比特币有大涨 看一看大盘 我们再把昨天讲的稍微做一个重复 这里稍微拉近 春节之后跳空 在这里一路做整理对不对 那这一个阶段 我说这里季线在这里嘛 月线在这里 跟这个地方差不多嘛 连续大涨以后 他必须要整理 因为什么 因为季线 季线的乖离太大 他必须要整理 那整理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横盘 一个是拉回 那台股在最近呢 他会继续横盘 还是继续拉回到月线附近 都有可能嘛 那会走哪一个方式 你要看国际股市啊 你所长 美国股市大涨 他就持续往上走嘛 那重点是什么 这里是多头的架构嘛 那你空手的是不是要进来 那我说资金行情 你没有赚钱 就是财富缩水嘛 或者你赔钱 人在贪钱 你购钱 你购不得到金嘛 这里压回的时候 我是监狱会员买进高端 涨期之涨停啊 100%嘛 那这个地方呢 雅光往上几涨 对不对 那接下来比特币嘛 你要买对股 同时红低买 因为这里族群 它在轮涨嘛 那今天高端呢 今天高端往上走了 所以操作上呢 你要注意 高端我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它拉回碰到支撑了嘛 那这下一段呢 我们再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谈什么 一个趋势向上 有一个重点 你这要贪钱 第一点你要买对股票 第二个你要逢低买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的汉讯 昨天拉尾盘啊 今天是又往上走 这样有看钱吗 我都事先讲哦 包括前天 我们来回顾 在23号前天 这汉讯 我说什么 我说一枚比特币的价格 比一公斤的黄金还要贵 那我说比特币那项 汉讯这里往上走 这一档股票 我第一档没有上车 所以我也不追价 但是这种股票怎么样 拉回你要找机会 找买点去做切入 这是23号嘛 那我教会是不是写在这里 四季低买啊 那昨天呢 这23号这一天哦 这一天是跌停嘛 那昨天是红低买 昨天尾盘就坐轿了嘛 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 这样能不能赚钱 短信以上马上就赚钱了嘛 昨天拉尾盘今天往上走啊 那看多少也接近一只涨停了嘛 那看去这一档股票呢 应该怎么看 今天来到这一个位置嘛 它现在这里稍微做整理哦 这是一个压力区对不对 短线的压力区 大概是124到125 那在这里买嘛 那如果这里突破呢 往上就怎么样 这里125嘛 接下来往上就挑战145嘛 那一段一段做嘛 那我说这一段呢 我也不说谎嘛 我低档没有买 没有跟上 所以我也不追价嘛 但是拉回 你就四季早买点啦 那昨天公布什么 一月份一月份哦 EPS 0.82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一月份EPS 0.82的话呢 那现阶段来讲 要去注意 它今天报纸历都出来了嘛 一月份EPS 0.82啊 有很多股票赚一整年 都赚不到0.82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有些人讲 比特币它是泡沫 对不对 那我说呢 它是实质的有赚钱 一月份碳0.82 它绝对不是泡沫 那接下来呢 用基本面说话嘛 那股价呢 这里会不会往上突破 那往上突破的话呢 你要去怎么样操作 那我们先看一下 比特币呢 大概 比特币有 这三档是小三 小型股的三档 汉逊 利台跟清云 那这三档是比较 大型的或比较高价的 它都是比特币概念股 那下一段呢 我再跟大家做说明 这些族群 它是有实质获利的 它并不是泡沫 它是全球QE后的产品 那目前来讲呢 这些都是足底向上的股票 那我再度强调 足底向上的股票 红低买 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东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看一下高端 高端之前涨7支停板 100%对不对 那后来拉回 它今天往上走了 那高端你要注意什么 这头前七支停板 对不对 等一杯嘛 然后拉回拉回 那今天这里往上走 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成交量 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跟法人同步进场 对不对 这个进货量 在这里进货 然后往上积拉 这里是它短期的成本 所以它今天这里会有支撑 因为它短期成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法人买这么多 所以这里呢 它会形成一个支撑 所以在这里只跌了 对不对 那本来赚7支涨停嘛 那现在赚多少 大概赚5支半涨停 那没有关系啊 还是大赚嘛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的成本在这个地方嘛 那这个地方跟法人是同样的成本嘛 那法人短期的成本在这一个地方嘛 那这个叫进货 这个叫它短期的成本 价位在这里 所以这里变成支撑了嘛 那这两个量叫什么 叫整理量嘛 这是低档的整理 今天的量对不对 那这一根呢是高档 往下拉回的量 那这两个量 就变成这两个区间嘛 那目前这一个成本区 不可能会回来嘛 那未来它就在这个地方 做整理 突破就转强嘛 那跌破的机会不大啦 那操作上呢 我只是跟大家谈 你必须要去了解 从马面量价结构你怎么看 那另外呢 高端以外呢 国防生计 它相对的比较弱势 国防生计要注意一下 这是高档的量嘛 这低档 昨天呢 前天这里出现大量 70块有压力嘛 那支撑在哪里 在55块嘛 它未来一样在这里做整理 所以我一直强调你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那如果说呢 你往上 你低档没有买到 往上走 那这种股票你就放弃嘛 你再找其他股票低档去买啊 就好像你高端 你这里 没有上车的话 你就不要去做追价嘛 那等它拉回 你再找机会去买嘛 就跟汉讯一样啊 为何老师要追价呢 那找一些主题的股票去操作嘛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概念股 之前跟大家谈到 那你会发现像创意 像技嘉 像维新 那这些都是什么概念 足底嘛 足底向上对不对 足底向上嘛 又是成长的股票 那这会越涨越高啊 那类似这类的股票 你像创意 从250 350到500了嘛 就跟我这一天跟大家谈到的像 富帕梅 富帕梅就是摸摸嘛 很多人有 它从500 600 700 800到1000嘛 那我要讲什么概念 那好的股票呢 它就足底向上 股价一路往上增高嘛 500 并700 并800 并1000嘛 那你五六百你不买 1000块你去掉 你怎么赚钱 你怎么赚钱 才两个月的事情嘛 所以我为什么讲要找足底股 足底向上的股票 红低去买 不是往上追嘛 往上追在这个地方 你能赚多少钱 这个都足底向上的股票嘛 对吧 这对250 350 450 500嘛 那一两个月前 加到二十五三百 这我五百嘛 就要一倍去了嘛 那如果你低档没有买 那没有关系啊 你再找股票 逢低去买进嘛 那操作都是同样的问题啊 那我们看汉迅 那昨天买了 拉尾盘 今天又继续涨 这样是不是赚钱 这昨天嘛 昨天拉尾盘嘛 昨天在这里啊 前天跌停 我是说这种股票要注意 它的买点 那昨天进场了嘛 那建议市又往上走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啊 那汉迅呢 今天公布力多了嘛 单月EPS 0.82嘛 我说有很多公司一年 可能也赚不到一块钱啊 那你这样去推估 它怎么会是泡沫 它是实质的有赚钱嘛 那另外比特币呢 今天报纸又写了 五万元关卡 有支撑嘛 那我记得去年 比特币来到两万块左右呢 也是很多人说它泡沫啊 那后来拉回到一万元以下 那现在呢 变成五万块有支撑 那比特币的概念股呢 每一档都是有实质获利的哦 像这些股票 像创意 那如果比特币没涨 它本来 它本来就是高速运算的GPU 它本来就是高速运算的IC设计股嘛 所以比特币是加成 加成的效果 所以这些不是泡沫嘛 它是因为全球QE后的产品嘛 因为比特币基本上数量是固定的 但是你要去想 美国印钞票 日本印钞票 欧洲印钞票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钱人 那你持有美金财产 是不是相对收水 你都在印钞票嘛 而且没有利率嘛 但是你想一想哦 就在去年 比特币最低来到多少 从两万跌到一万以下嘛 那现在是又来到五万 那如果去年你持有美金 美金一路贬值 你是不是财互收水 但是你如果持有比特币呢 没有收水嘛 如果全球 还是一路印钞票的话呢 比特币它就不会结束嘛 因为这是相对应的 它的出现是因为QE嘛 所以它不是泡沫 何况有实质的获利 那类似这样的概念呢 像这些股票 它是足底向上的 但是你不要去做追价 机会来了 逢低买进 这样才能好好的去赚钱嘛 那大盘多头放下没有改变呢 那原原分外销 订单连时一红嘛 基本面成长 资金面没有改变 那你为什么没有赚钱 你要去想 第一个 你有没有买对股票 第二个 你是逢低买 还是往上去做追价的动作 那如果操作不顺利的 你要找救兵嘛 需要帮忙的 你把电话拨通啊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专线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东部拥有股票 奇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东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希望大家都赚大钱 春节之前 春节之后都一样都要赚 但是第一个你要买对股票 第二个你要红笛买进 每次都讲这两句话 那红笛买进 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那你像高端 红笛买进往上 就赚一倍 七支涨平 那每次往上走 很多老师去追价 那追价有赚吗 可能赚小钱 或者短线也有可能套牢 那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红笛买 找足底向上的股票 因为看到很多投资人 你像台积电这么好的公司 你像联电这么好的公司 很多投资人讲说 他联电台积电赔钱 这怎么操作 为什么会赔钱 问题在哪里 你一定是追在这里 或追在这里 你任何一个时间 整理的时候买 拉回的时候买 怎么会赔钱 操作观念的问题 包括台积电影一样 这好的公司 一路往上走 还是有人赔钱 因为你买在这买在这 操作观念没有改变 行情再怎么好 你都没可能贪钱 那你看一看大盘在这里 春节之后一路整理 你买对股票 你像比特币 你一样赚钱 这里压回 你买高端 也是同样贪钱 其实资产亭一倍 这里哑光也一样 关键在哪里 你要买对股 你要逢低买 因为这里是轮涨 他这两三个位 有些股票 他没去 他是在洗盘 在足底 高端是这样 亚光也是这样 包括之前跟大家谈的 松翰也是这样 65块 说多久 起到90几 连阳6,8块 起到90几 那有时间 我们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本益比的概念 法人选股的标准在哪里 第一个本益比 第二个殖利率 那如果股价60几块 EPS6块 那这样本益比多少 就很好算 赞 那现在大盘 平均的本益比是23 那本益比如果等于10 它至少会涨到15跟20 那如果10到15 这样你就怎么样 你就算四成五成 就当初跟大家谈松翰 就是这个意思 对落后起到90几 那才一个月前 两三个礼拜之前 60几块你不买 那你现在追90 你怎么赚钱 这道理跟你 你买台积电会赔钱一样 因为你不用心 你不用工 你不做功课 钱会自己掉下来 连阳也是一样 这60倍 那半个月前 你赚了几块 我们买你现在要高10 你怎么赚钱 那这两档股票 最近公布 这是评估6块 最近公布的业绩出来了 那你像松翰是6.11 那连阳是多少 5.83 跟我评估的差不多 那现在在90块附近 它就稍微的洗盘 那如果现在还有一档股票 一样是60几块 那EPS一样是6块 像这样 这6.8起到90几块 这6.5起到90几块 这也是EPS大于6块 现在60几块 那有没有机会往上走 赚个四成五成 这有波段潜力 那第二个 红低买 买足底向上的股票 那我说赚钱你一定来得及 问题是你又没有买对 像高端这样子就一倍 像雅光对不对 是往上走 那包括最近比特币 汉讯也是一样 机会要自己把握 这样赚钱一定来得及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阿鸣 每天要讲很多同样的话 真的大杯冰块呢 正糖冰吗 记得意 你会遇到许多怪 咔 百香冬瓜好了 喝之前帮我摇一下 到了下班前 总是累婚了 我要两杯 怕吃董事鼓溜蜜蜜茶 甜度 全糖 你看我多甜 收汤 蟹我呀 全糖 你累了吗 均力充沛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妇女之路 知识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超载 电线不滚绑 圈置防发 比较安全 擦头不潮湿 铺水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 擦头 电气周围 不放 有凉物 没有安全标张